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本期节目您将听到的是 声动机器与支点手机壳领创品牌图拉斯 为3月8日国际妇女节 推出的女性支点力量特别节目 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是一段 女性攀岩者的非凡旅程 攀岩不仅仅是一项运动 也是一种寻找支点 克服困难不断向上的精神象征 而攀岩者抓住并站稳在 岩壁上的每一个支点 也都是他们智慧和力量的体现 感谢图拉斯的赞助 希望这个故事 让我们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岩壁上 都能找到支点迎接挑战 不断攀登 嗨大家好 欢迎收听声动机器 我们一起用对话来发现更大的世界 我是徐涛 那今天和我们坐在一起的嘉宾是萧婷 她是一个选择了不一样的人生支点 走出不太寻常道路的女孩 她现在其实是中国女子徒手 攀岩最高纪录的保持者 除此之外呢 我特别想要提一下她的微信头像 因为她的微信头像是在野外 高高的岩壁上 穿着轻盈的芭蕾舞裙 舒展身体的一张照片 既有女性的柔美 也有力量之美和自然之美 哈喽 萧婷你好 哈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那这次我们的聊天 其实是远程 我在北京 然后萧婷是在杨硕 对吧 对 我在风景如画的桂林杨硕 太羡慕了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 你微信头像那个照片 穿着蓬蓬裙 在岩壁上面芭蕾 那个是你吗 那个是我呀 那个本来就是 我以前去芭蕾的时候 买了那种小的蓬蓬裙 夏天了 正好有一年 做攀岩节的时候 有一年化妆会 我在想着把它穿上 然后在岩壁上 摆几个pose 那之前和你聊天 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你其实管自己叫金刚芭蕾 我这个名字应该用了十几年了吧 就是我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 一直是用这个名字 然后那个时候 我的脸是肉肚肚的 然后就是跟桂林的女生比的话 我的肌肉就从小就比较大块 然后小的时候 偶尔也上健身房嘛 从小就喜欢搞各类运动 而且从小我就觉得 女生有肌肉会好看 所以你从小是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特别 比较喜欢户外的小姑娘吗 我从小不喜欢户外 我喜欢运动 但我不喜欢户外 不喜欢户外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审美 还是以白为美 有我的审美就是皮肤要白 然后呢 要显得有点肌肉 不要柔柔弱弱的 因为我本身就喜欢运动嘛 我知道运动 如果肌肉块大一点 稍微运动能力就会强一点 所以我对肌肉还是不排斥的 还蛮喜欢的 但肌肉的这个概念是 有人灌输了你这个概念 还是自己怎么有个role model之类的吗 可能是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爸他还是比较有力量性的男人 然后他也喜欢去健身房健身 就是耳濡目染 对我爸爸感染嘛 而且基因里面 我平时进不下来 我从小在家人和朋友的眼里 特别是我家人 我所有的情绪都觉得我挺怪的 就是他们给我取了个名叫金怪 金怪 就是又激励又筋 然后我平时喜欢打篮球啊 打排球 我喜欢跑步 就学校有这种比赛的校队啊 我都会去参加 在我们年纪啊 学校里面都是拿第一 或者拿前三的 所以让我觉得运动会让我很开心 而且还可以拿一些成绩 所以就特别的喜欢运动 主要也进不下来 主要就是一身的力气 没办法停下来 不过这样子就是也能够说明 为什么之后那个攀岩能够这么快上手 就是小的时候还是能够看出来一点 是 我小的时候 我其实我做什么运动我都想 我都要拿第一 我小的时候我做什么运动 我都想把它做得最好 记得我之前学跳舞 我那个时候是五六岁 然后后来就开始学跳拉丁 跳了差不多三年吧 就发现我的韧带拉不开 而且我知道我真的很努力了 然后我就发现 我不是跳舞的这块料 那跳舞之前呢 我不是很喜欢运动吗 那个时候我们湖南体操队也很厉害的 我其实跳舞之前 我就小时练体操的 可是我从小就很高 然后学体操那个时候 不要求身材太高 我虽然有力 我喜欢动 但是我对我的那项运动来讲 我太高了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体操 但是体操一直是我心里 小的时候最喜欢的 后来我看到电视里面有一次 我没有接受拍演之前 我就喜欢拍演了 是因为有一次我看到电视里面 有一个人讲攀岩 然后他就在家里爬窗户 爬窗户框 我就特别羡慕他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后来我就想 我虽然没有接受过拍演 我觉得我应该会喜欢拍演 那初中高中吗 还是已经上了大学 那个应该就是 差不多初中高中的样子 那后来是到多大时候 是真的开始攀岩的呢 我21吧 那也还非常非常年轻 我还挺想听你说说 就是当时到了杨硕 然后怎么接触到攀岩 然后怎么爱上攀岩的 具体的还记得吗 我记得 我太记得了 2006年的事情 2006年 当时我来杨柱的时候 是跟我一个闺蜜 她就说我们去旅行吧 她就给我安排了去杨硕 当时我 我都不知道杨硕是哪里 她就说那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叫西街 就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大家都不太知道的地方 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然后我就说 反正去就去吧 我还将信将疑的 就跟着她 后来就发现 哇塞 这里怎么感觉 真的就是在一个 国外的某个小街上 只是这个街 变成了中国的中式街道 后来我就走了走了 就发现有一个地方 那个是一个拍演俱乐部 你说拍演俱乐部吧 又不像 感觉就像一个酒吧里面 有一个小小的拍演墙 就它是一个 有酒吧功能的户外俱乐部 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拍演墙 然后里面挤满了人 可能不到20平方的第一层 挤了三四十个人 然后外面也挤满了人 一半中国人 一半老外这么低 然后这里的每个人的眼睛 都充满了光 每个人都很开心 有人在摊吗 那个墙上 有 就是灯光很昏暗 我就进去 我就问 哎 这怎么拍演啊 然后我就跟那个 我说你经理在不在 我进去 我说你经理在不在 有没有教练啊 然后我也想要找教练嘛 大大咧咧的就问上了 对啊 就是 然后他里面就走出来一个 当时他们的经理叫Tommy 然后一聊 他也是湖南的 我也是湖南 就认识上了 然后后来我说 我要去拍演 我怎么报课 他说不用 我们是湖南老家 我就带你去玩吧 就这种状态 我说那好啊 然后第二天呢 他就是本来约好了 结果第二天 他有其他的事没来 他就把我交给他 另外一个教练 他是捷克 本地人 他说捷克呢 就带我去拍演了 他爬了一条5.8 还有5.9的 我蹭蹭蹭都上去了 这么厉害 他说哎呀你挺厉害 所以你们第二天 直接就是去野攀上的难度 直接去体验了 去玩了 他们也没有讲 是课上就是带你玩 我带你攀岩 带你玩 哎呦天哪 那我觉得挺厉害 因为我在盈馆里边 相当于是也爬了爬 然后到野外一下子 我就完全梦圈 5.8 5.9的线 我完全上不去 是野外的话 是啊 杨树所有的人 都是从野攀爬起的 那个年代 好像整个广西 都没有一个攀岩训练馆 只有一个小小的攀岩墙 所以大家都是 从野攀开始攀岩的 哎我我还挺好奇的 就是因为我攀岩的时候 其实我对高度的恐惧 我大概有花了 有两个月我才克服 所以对于你而言 你是没这种心理障碍的 是吗 我恐高 我非常恐高 我这个恐高是天生的 一般我在四轮往下 看我的脚都是发软的 发抖的 小时候就这样 小时候就这样子 但攀岩的话 就是如果我不往下看 就没事 所以我爬的时候 我会更加专注 只看着我手能抓的地方 往上看 如果下来的时候呢 我就慢慢适应 这个是可以适应的 所以第二天 第一次去尝试 那条5.8的难度线的时候 你是一把就过了 一次性就蹬顶了 然后同时带着恐高的感觉 爬的时候不会有 因为我一心就想着 我一定要蹬顶 我要爬上去 看一下是什么感觉 然后手臂当时是非常战了 你已经没有心思去想 害怕的事情 但是下来的时候 我会跟保护我的人沟通 请你慢一点 再慢一点 不要让我有那种 不熟悉的 或者未知的 突然的一种冲坠 或者是失重感就好了 就是如果你从来 没有运动过的人 也没有什么力气 也没有什么柔韧协调 基本上5.8一次性 是爬不上去的 你爬的第一条5.8 跟5.9的线 它有多高呀 它是一条多长的线 我爬了5.8 应该是大概27米 天哪好高 然后那个是非常高的了 十层楼了已经 5.8可能也就20米左右 5.9可能就高一点 我爬了两条线 就是你会爬了5.8以后 你就想 5.9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爬完5.8你就觉得 嗯有点难 我需要咬咬牙 但爬到5.9的时候 你会感觉你的胳膊 一直是胀的 嗯 一直是胀的 因为初学者 很难找到去休息 也不知道要去休息 所以就会一直爬 其实爬眼是应该 爬一爬停一停 对 爬一爬停一停 然后那个就相当于是 你一下子5.8过了 成就感特别强 就已经爱上了吗 还是说还是有一些什么过程 没有过程 就直接爱上了 就知道哇塞 我从小那个 体操体操不行 跳舞不行 攀岩我可以啊 因为攀岩它需要更加的综合 你需要有力量 耐力 柔韧 协调平衡 都需要有 它就对专项的要求不那么高 你体操各高 你柔韧性不好 你跳舞 柔韧性不好 都是不可以的 攀岩不一样 它有一个补偿机制 你柔韧性不好 你不需要那么好 你还可以通过你的指令啊 协调啊 还有看爬的方式 来平衡你的弱效 对对 像我这种没有力量的人 我也可以爬 所以就是从第一天 热爱上攀岩之后 后边是你在 杨硕就待了很长时间吗 后来就是第三天 杰克又忙去了 夏天不是很舒服吗 然后还有一个 杨硕有个水上攀岩 这可以在深水抱石吗 就是我们所说的 第三天呢 杰克嘛 他就把我介绍给了阿邦 阿邦那天晚上 我认识阿邦的时候 就感觉 哇塞 攀岩的人真的是很不一样 每个人的性格 每个人的谈吐都不一样 阿邦当时是他们那一圈 教练你们 年最轻的 最小的 然后第二天 他带我去深水抱石 也是 很少有人第一次 深着抱石 就爬到了他们当时的 一个最高点之一 然后阿邦就特别担心 他就在我的身边 就是在水上保护我 所以水上的那种 刺激 担心 然后兴奋 然后登到那个 最高点的成就感 让我觉得 哇塞 潘云原来这么多样化 所以那天 深水抱石落水以后呢 我回来以后 我就彻底的迷恋上了 潘云 就回不去了 所以你这是同时 爱上了潘云和潘云的阿邦 然后整个就是恋爱的感觉 是这样吧 对啊 潘云真的会给你分泌 非常多的多巴胺 而且是优质多巴 以及内飞态 所以那会儿 就是你在潘云的时候 这整个杨硕的 潘云社区里 女孩多吗 当时我潘云的时候 印象中 还真的好像 没有几个潘云的 后来从广西 柳州啊 吴州或者柳州 周边来了 一两个女孩吧 跟我一起爬 可能当时爬的女孩 就是真正意义上 一周能够爬个两三次 这个就差不多 就是说出勤力 算比较高的了 可能三五个吧 我觉得潘云的女生 很少是因为 潘云她是需要力量的 而且潘云需要在户外 她会晒黑 然后还有蚊子痒 所以限制了很多女生 去体验潘云 所以那会儿你就不在乎 晒黑这回事了 我还是会注意防晒 能避免的就避免 避免不了的 那就只能接受了 就是太爱了 所以就 对啊 就是你喜欢一个东西 你不需要原因 或者你只需要一个原因 你不喜欢一个东西 你就可以有无数个原因 就是无数个不喜欢的理由 对 你那一次在杨硕待了多久 还是那一次爬了之后 就留下来了 我从九月份过去 差不多待了一个多月 然后呢 我爸爸不太赞成我 我攀岩 后来我爸爸 在武力的胁迫下 把我喊回家 待了差不多三天吧 不到72小时 我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就再没有回去了 那个时候 因为阿邦工作的地方 他们经常年招义工 就是管吃吧 然后他们的经理 是一个加拿大人 叫麦克 然后他看了我平时 我还不是他们员工的时候 只是阿邦女朋友的时候 经常把他们收拾 他就说 你的表现很好 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 做做义工这样子 这过程当中 自己会有纠结吗 就是比方说 就是未来会怎么展开 还是就 当时就只想着当下 没有纠结啊 因为我知道 如果说要生计 要活得更好 你就努力 我从小脑子 还是挺好使的 就是我想干一个什么事 对吧 哪怕是我跟他们一样 在街边西街上摆个摊 那我都会做的 做的是最好的 那结果后来 我还真有摆摊的机会 我还真的就把摆摊 做成了那条街 就是当时收入还挺好 那个是几年之后是吧 就是07年的时候 也就是一年之后 对啊 07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他们西街 有很多店铺嘛 那门面都很贵 我就是看到人家 在街边摆一个小摊 有的时候是卖一些 本地的什么项链啊 桂花香水啊那种 然后我也在一个 他们一个卖 卖首饰 卖玉器的一个门面 前面租了一个小摊 大概两个平方 很小的 就是他门口 一小块 然后我就开始 帮人家做手工的 项链啊 耳环啊 还有当时 他们手机上 适合女孩子 喜欢那种贴 贴那种水晶 小刀的那种 玻璃水晶 对 小钻 贴手机 然后我就给他 要做这个 后来 人家的 人家的tary 都是那种地铺的 搞一张报纸 或者硬壳纸 在那摆摊 我还专门买了一个 很漂亮的梳妆台 所以整个那条街 看过去 我的那个台是非常精致的 就是有很漂亮的 一个梳妆台 白色的 上面有三块镜子 那种有点像 欧式的镜子 非常好看 有点像宫廷镜 然后每天我下了班 就带队结束 我就给人家做手工艺品 我每天在做的好的时候 我的收入都是一两千 就是那个小小的地方 所以一个月 我就把成本收回来了 而且在三个月 我就把出去玩的 大概能赚一万多块钱吧 就可以把今年出去玩的 差旅费赚回来 就是在省美上面 你碾压了同行 就相当于是 我觉得是努力吧 勤奋吧 我也不懂 我的目标就是赚差旅费 然后我当时想到的 就是顾客喜欢什么 我就去学什么 后来别人以为 我们那个是美甲店 经常有人问你美甲吗 然后就哎呀 大家都觉得美甲 那我们就干呗 然后我就在做手工 我就马上学美甲 后来我们隔壁 有一家果汁店倒闭了 那条街就没有了 因为它门面很贵嘛 然后我就在我那里 就给人家又做冰沙 又做果汁 就什么能够到时赚点钱 我就开始做什么 那这个会影响 你攀岩的时间吗 不会 因为我们这个是 晚上八点以后才摆摊 我白天带队和工作 所以早上八点起来带队 你说带队就是带游客 去攀岩玩是吧 对去攀岩啊 而且有的时候 带他们去露营 溜索 自行车 滑橡皮艇 晚上差不多八点结束 一周基本上可以修 周末嘛 所以周末我就可以自己爬 一周可以爬两到三次 然后除了这个白天爬两到三次 晚上我就可以做工 晚上所以有的时候 坐得晚的话 可能一两点两三点下班 刚刚有说到那个 06年10月份 就是你父亲 要你回家 那个是你电话里跟他说了 你就想待在阳朔 想攀岩 然后他生气了是吗 是因为我说 我在这边认识了一个男生 我很喜欢 然后我爸爸就调查 你怎么 他是什么样子的呀 然后他的收入啊 他的家里背景 然后你在那边干什么呀 然后当时他们就听了 就觉得我疯了 因为在以前 然后我们家人觉得 我是一个非常物质的女孩 基本上每周都要逛街 要买东西 花钱也比较大手大脚 以前如果找男朋友的话 我肯定是身高 然后家庭啊各种啊 就是有一个硬性的要求 但现在问阿邦 身高可能不到一米七 长相更是没什么特点 收入当时500块钱一个月 所以我爸妈可能觉得 我真的疯了 他们怎么劝你 没劝 直接拳头 你不回来我就把你揍死 所以他跑到阳朔来找你了 对 我爸我爸就是 武力解决一切问题 我爸就说你如果不回去 那你就会挨顿胖揍 我说你胖揍我 我也不跟你回去 后来我爸就说 如果你不跟我回去 那我就揍阿邦 那我一听这个 我说阿邦 阿邦不太能挨揍啊 他这种场面没见过 因为我小时候调皮 我经常挨揍 我说阿邦那驾驶 可能扛不住我爸的揍啊 那我就乖乖地 跟我爸回去了 在回去的车路上 我就跟我爸爸一直在讲 我会跟我爸爸剖析 我在肠上 我真的是过得 非常的不开心 我不太喜欢 当时我们生活周围 每个人的价值观 他们生活的轨迹 然后包括以后 我的生活状态 如果还是像 现在的大部分年轻人一样 这不是我追求的 我从来就跟别人不一样 我知道我要什么 我就想做我喜欢的事情 我不会吃不着饭的 我是有能力把自己养活的 我可以不花钱 如果我需要花钱 我也可以自己去赚钱 我就跟我爸爸 就很认真地讨论了这个事情 然后我的这个话 确实也把我爸爸 这些顾虑消除了 就是你要跟家长 好好的去沟通 而且你要去证明 你是有这个能力 而且你是思考透的 我爸当时觉得 我是没有思考透的 我感觉如果我设身处地 在一个长辈的那种视角来看的话 的确好多担心啊 就是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办 你的未来怎么办 因为我爸爸知道 其实我有能力的 他只是觉得我现在的想法 变化太大了 还有他的担忧嘛 然后你也没有害怕 没有担心 没有为自己的未来感到 焦虑之类的 我为什么要担心 要害怕呢 我焦虑什么呢 对我觉得这就是很神奇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 现在很多年轻人 即使是已经在大厂 有一份工作了 他们依然会担心 会焦虑 但你是相当于是500块钱的底薪 然后未来怎么样 其实也不知道 没有一个成熟路径 但是你不焦虑 我不是说了吗 我哪怕是我去摆摊 我都能够把自己养活吗 哪怕是摆摊 也是要去学习的呀 我觉得你找到你焦虑的点 是什么 没钱 没钱你就去挣啊 嗯 挣不到你就去学习啊 有那么多人赚大了钱 这是他学习方法 对 然后运气不要太差 运气不好 那也是你学习也不够透彻 你就是好好的学 一个小生意他要做什么 一个中型生意要做什么 一个大生意要做什么 大生意我肯定做的不来 但是这种小生意 对吧 别人能成功 别人怎么就成功呢 去学习去思考 嗯嗯嗯 我觉得那你的思考方式 就一直还挺 可能用street smart 也不是特别适合哈 但是就其实一直是很灵活 保持一种开放性 这一点还蛮好的 所以那个在那之后 就你下了这样的决定 之后的两三年三五年 你会遇到那种 其实还挺难的 遇到了一个坎儿 这样子的时候吗 不会遇到坎儿 但是挺难的 嗯 比如说我没钱 我为什么意识到 没钱的这个事情 06年的时候 我跟阿邦去泰国嘛 那个时候我所有的钱 加起来可能四千 他有六千 我们是一万块钱 两个人 看起来一万块钱 那个时候多也不多 少也不少吧 但是我们要单一个月 嗯 交通吃住行 全部都都在那 我还要买机票 我们撇开机票 还有交通 我们真正可以用的 支配的只有六千块钱 六千块钱 我在泰国待一个月 我每天只能用两百块钱 每天用两百块钱 要包括吃住 结果 我们住了个岛上 最最最最最便宜的地方 和人币差不多三十多块钱 一个一碗 那个地方是什么状态 晚上六到九点 现实通电 只有一个小灯泡 房间就是那个茅草 然后给你一个蚊帐 大夏天啊 泰国呀 没有空调啊 电视线是供电啊 然后也没有热水洗澡 男生还好 阿胖说没事啊 冷水洗就冷水洗啊 一个月啊 女生怎么能受得了 特别是大一妈呢 对啊 那几天 但是我就想 这个没钱 真的是过不下去啊 那也得忍啊 就这么多钱啊 好 吃饭 我们两个人一天 可能要吃一把 因为岛上很贵 住没办法 也很便宜了 所以每天省下来 满打满算 还剩三十块钱的余额 就三十块钱 吃两根冰棍都吃不起 只能吃一根 或者吃个奥利奥 我当时记得 我就买了一桶奥利奥 我要计划着 只能一周 只能吃一桶奥利奥 这是我们的零食 冰棒的话 两天吃一根冰棒 就真的要计划着 后来到最后 我们就是 十二月三十号 就要回国了嘛 结果就十二月二十四号 圣诞节平安夜 我们一算 哎呀 我们挤啊挤 挤了差不多将近 一千块钱出来 那是不是可以 吃一餐大餐呢 我们就租了个摩托车 去镇上去 去吃玩 后来结果 回来的路上 骑摩托车 出了一个车祸 哦天哪 摩托车摔碎了 阿邦手还缝了针 然后我身上 好几个血口子 还赔摩托车 最后欠了 两千块钱回国了 哦 我想真的怎么配啊 哦那时候 肯定很难过 那当时的话 就是看着阿邦 就每天吃盒饭 就我就喂他嘛 当时就觉得 钱真的好重要 然后我们就 还是要想 努力赚钱 就就是因为 我们在 2007年的时候 我晚上去摆摊吧 哦就是因为之前 但那个你能忍下来 我觉得也好难啊 这个我想象 应该跟你之前的生活方式 太不一样了 你说那个之前 是个物质女孩 然后现在是连澡都不能洗 天哪 但你居然就没有放弃 没有一气之下 说算了 哎呀 就是两周没洗澡 算了 我们回去吧 忍一忍 这个就是忍一忍吧 因为一起去 共同度过这个时光 我觉得是非常难忘的 而且就是住那里的人 有很多我们的同事 嗯 我们那些老伴都住那里 就是这个出行的 这个30块钱一天的 那个活动标准 就是他们跟我讲的 所以我以为泰国很便宜 结果是因为他们 找到了最便宜的地方 所以才有这么便宜的地方 大家都是这么住的 哎 现在如果让你再去住一下 那个你还能忍下来吗 对啊 第二年我打死不住啊 哈哈 我说我赚了钱 我第二年肯定不住啊 结果还是住在那里 是吗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 因为我们赚的钱 不足以改变我们 就是换地方住 因为其他地方 要300块钱一个碗 后来他那个涨到了 40块钱一碗 但比300块钱一碗 还是便宜好多啊 对吧 我的钱虽然稍微赚了一点 但也不足以让我住 300块钱一碗 所以因为我感觉 如果是第一年的话 对攀岩啊 对阿邦啊 肯定就是有 就爱的高峰期在那儿 那可能经过了两年 三年 三年四年之后 所以你对攀岩的热爱 或者是和阿邦的爱 会使得你的这种生活方式 有些什么转变吗 然后跟起初肯定是不一样的了 对吧 和之后 其实变化并不大 因为我们在每一年 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 就是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 就想到解决我们生存的问题 第二年我们想解决温饱的问题 第三年提高我们幸福值的问题 第二年我不是 今天我就摆摊了吗 对吧 所以后来我们回去的时候 我们能够吃好喝好 然后到了09年 我们要去美国了 阿邦当时他爬的 他在08年的时候 07年就爬了中国的当时 现在目前认可的一条5.14嘛 所以他在国内开始小有名气了 然后我就会让他 多去爬一些男的线子 增加一下曝光 增加一些名气 所以有一些赞助 慢慢的就来了 我们也会主动的去谈 我们接下来想去哪里 愿不愿意赞助 后来就跟BD Black Diamond这个外品牌 攀岩品牌 他在美国 就有一个去美国的机会 在Indian Creek 犹他州 就是一个半沙漠的地方 对就是你看到 那个蝶冲蝶 汤姆克勒苏在一个沙漠里面 在一个岛上攀岩 就一个Jigjoo上 一个Dino 一个跳跃的动作 那个就是Indian Creek Indian大峡谷那里 我们去了七八十天 在沙漠里面待了十天 然后沙漠里面好冷 大概是五度 阿邦当时没有 他说五度 不冷的 就没带什么衣服 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衣服穿 后来他们有个运动员 有个运动员 就给我一些他的衣服穿 后来还送给我了 那是我的第一件 户外羽绒服 而且是个童装 那个时候沙漠里面 没有经验 帐篷防风的那个 没有拉上 拉上了拉上了 那个沙子从那个 帐篷底下窜进去 嗯 帐篷里面有我们所有的东西 结果回去 帐篷里面所有东西 覆盖了四厘米的沙 晚上回去八点钟 好冷好冷 我们花了两个小时 把所有的东西 牵出来 撒得躲干净 好辛苦啊 嗯 而且在沙漠里面 七天不能洗澡 嗯 那是我人生印象最深刻 你知道吗 然后 你一下子就成长了 这个 开了眼界了 你说的成长是指 有见识了 嗯 为什么有的人说 以前觉得别人说 去西藏想找到自我 确实是有人 确实是去西藏 找到了自我 从受虐 受动 你真的会去反思 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 但很多人 他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嗯 但我每天会想 我经常要想 我天天要想 但这个在小的时候 就是你爱上攀岩之前 你想这个问题吗 想的是不一样的 我在攀岩之前 我没有想到 吃好睡好 有那么的重要 嗯 我只想到 有一个人陪着我 爱着我 一直对我不离不弃 因为我小的时候 就是很自由 很放动 因为没有人管我 嗯 我爸妈都没有 时间管我 嗯 有好的一面 当然有不好的一面 好的一面 我就能够野蛮生长 不好的一面 就是我会缺失了 很多的陪伴 嗯 但攀岩的话 因为有搭档 他必须和搭档在一起 会让我和阿方的感情 会越来越好 我们要相互的搭档 要保护好对方的生命安全 嗯 同时在生活中 如果你伤病 伤痛 需要彼此的照顾 对 我觉得那个就是 就是那个互相 会要保护对方的生命安全 这个的确是 不是夸大 就是稍微解释一下 的确因为 如果是在野外攀岩 一个人是要给 另外一个人做保护 对 这个不是在夸张 如果真的没有注意 或者是那个 没有挂好 或者疏忽了 那真的也是有人 因此丧命的 就是正常的攀岩啊 比如说 在正常的保护里面 如果你的保护 不负责任 因为我们还有 很多时候 要去开辟新的线路 在新的眼场 有很多的落石 阿邦经常抱着 几百斤的石头 是下来的 抱着几百斤的石头 对 因为有的时候 你去开发一条 新的线路 有松动的石头 是没有人去过的 那个石头没有动过 不知道是松来得紧的 就是它就开着线 一边爬线路 一边去开线 甚至有时候 只是去爬线 可能会抱一块石头下来 可能是几十斤 可能是上百斤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的注意力不大 我没有眼睛 眼睛跟着它 我没有正确的走位 石头砸到 我把我砸晕了 会给它造成生命危险 或者是我绳子 摆放的位置不正确 石头砸到了绳子 把绳子砸断了 这种意外 真的是 几率非常大 对 因为我们从事高危的 频次很高 频次很高 它的机率一定会上去 所以每一次 我们真的任务 对方的生命 而且我们要 高度注意力集中 每一次都不能松下 每一次 每一次都不能松下 我想问就是你们去那个2008年去美国那会儿 你那会儿的攀岩技巧其实也已经上来了 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我应该能攀13的线了 在08年的时候 那也已经很厉害了 对 在国内可能没有几个 所以在08年的时候我慢慢的也会有一些些的名气了 然后就是我去到哪些场合 大家都对我还算比较认可吧 因为排研就像说了在升级打怪嘛 你爬来5.8 5.9 从5.10开始就慢慢的进入专业级别的这个领域了 就需要你最少经过两个月的训练 然后从5.10开始就ABCD 然后从5.11开始 然后当时世界上最难的可能就是爬到5.14D了 然后我就想 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爬到5.13ABCD 甚至去爬5.14 当时爬5.14在整个中国攀岩界是一件非常有荣誉感的事情 阿邦当时闪电没有降级的时候 阿城是完成 闪电是一条线路对吧 闪电是一条攀岩线路 它是一条中国第一条当时被人完成的5.14A的线路 后来闪电被降级了 但是我爬闪电的时候 还是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女生完成它 但它已经被降级了 它就是5.13D 但当时中国还没有女生完成 所以我完成闪电的时候 被降级的闪电 也算是中国第一个完成这个难度的人 女生 而且那个时候还比较早是吗 你叛岩没几年的时候 110年吧 10年 那就叛岩第四年 太牛了 2010年 因为没有经过室内的训练 纯爬野外 爬到这个我觉得 就是只是靠自己的勤奋 真的你也只能靠勤奋拼苦力 去完成这个线 完全就是拼自己的出勤率了 当时也并不算是科学的训练 因为连个拍音馆都没有当时要说 只能够反复的爬一条线 来增加自己的耐力和力量 所以爬完这条线以后 觉得啊 还是非常有收获的 能够在中国 人爬的不多的时候 收获一个 没有人爬过的一个野外的难度 很有成就感 所以爬完5.13D 闪电这条线以后 我想爬一条真正的5.14A 所以就为了这个升级打怪 提高自己的能力 就想爬5.14A 当时有一条线路叫 中国攀岩这条线路 这条线路听名字 就跟我的关系非常的不一般 因为我和阿邦都是在中国攀岩当过教练 而且中国攀岩这个线路 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Logan开的 这个也是在杨硕市吗 也是在杨硕 在白山 然后中国攀岩 那个俱乐部 是我第一个打工的地方 我第一次攀岩 就是在那里认识了Tommy 认识了杰克 认识了阿邦 他们都在中国攀岩工作过 包括中国现在很多厉害的攀岩者 都在中国攀岩打工过 他是一个外国人开的俱乐部 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 具有攀岩馆 酒吧和户外俱乐部 性质的这个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OK 我就想爬这个叫中国攀岩的线路 我当时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吧 我就爬到了最后一把 到底只剩两米的距离 不到两米 我掉下来了 啊这 然后是为什么 就脱手了 就没有完成 耐力不够 然后那个时候 我的很急躁 那段时间 就花了三个月 就爬到最后一把 我真的当时很懊恼 然后每天白天 我当时还开了一个酒吧 攀岩酒吧 因为中国攀岩不是倒闭了吗 后来我就很怀念中国攀岩那个地方 我就攒钱 开了一个跟中国攀岩很类似的 有一个攀岩墙 也可以带攀岩客人 做外活动 同时晚上 也可以喝点饮料啊 喝点酒什么的 就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我白天爬岸戒 我晚上有时候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收摊 天哪太卷了 所以对 休息是很不够的 但是我又要去爬中国最南的线路 就不断的这样的工作 当时在杨树我还有民宿 对 所以很操心 然后操满心 马上就攀岩 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时间 是浪费的 总是在工作 总是在思考 要么就在锻炼 那个时候又爬上去 就很焦虑 而且当时白山在修路 阿邦骑的那个摩托车 那个避震不是很好 我每次去的时候 我的这个 腹钩 韧带 里面那一块 总是金丸 总是抽筋 每次爬 爬之前就在那抽筋 然后我就怪 哎呀 没有一大好摩托车啊 如果多赚点钱 能换下摩托车就好了 或者让人来讲 什么时候这个路赶紧修好 我就不会受这种 所以身体并没有调整好 还没好就上去爬 然后攀完岩 夏略没有好好休息 还在酒吧工作 就整个机体就 塌了 嗯 那个时候 整个人 看着就不好 脸上 我当时我脸上都 那个密室条 好像脸都烂完了 我脸上全是那种浓包 身体 所有的肌肉都痛 特别是腰 人的情绪就很差 感觉见到所有的人 都跟他们吵架 脾气特别大 火气大 然后我就发现 每个人 家里的亲亲的人 还有员工都躲着我走 然后直到有一天 阿邦跟我说 小婷你治不到 所有人都怕你 然后我就意识到 我自己的问题 我不能引起到别人啊 我自己消滑啊 如果我引到别人 那你宁愿不储奔 对吧 你要么就调整好你自己 不要跟人去打交道 你省得让别人难受 嗯 所以 一零年 我就开始 就是一一年吧 一一年就开始 不攀岩了 不怎么攀岩了 嗯 就专心的每天去练瑜伽 然后跑步 拉伸 理疗 我每天就是 人家里疗的人 每天给我一个部分 一个部位 一个部位 给我按摩一天 有的时候按到四个小时 六个小时 真的因为我肌肉太紧了 进步 很痛 我在那床上 撕吼啊撕叫啊 就经过了 那么痛苦的一两年 然后身体慢慢就调整好了 嗯 也不那么急躁了 但中国排言这条线路 还是我心里一个疼啊 就还是很想爬他 那我想把身体调好 就没那么疼的时候 去 后来啊 我其实想放弃中国排言 因为我知道爬中国排言 对我的痛苦真的挺大的 只要用力就会痛 除非我用力不大 但是中国排言真的是 非常 它只有花生米 那么大的一个支点 而且 再抓一个 跟筷子一样宽的一个支点 说这样子 有五六个这样动作连续的 而且它每一次掉下来 有时候掉下来 冲队的距离达七八米 甚至十米 这个对腰是一次的冲击 对 所以我爬的时候很想要 但是又很怕掉 你怕掉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发挥的那么极致 你要必须非常勇敢 才不害怕 但是到了那里 你的心理不够强大 你又会害怕 你的能力又跟不上 所以得所有的东西 都调整到最好的状态 我必须精神状态 身体状态 我的训练都要跟上 我才可以 就不断地去修正 自己的心态 不能太急躁 问题出现在哪里 是身体的问题 思想的问题 动作的问题 可能这些都有问题 那就要一向一向地去做好它 把动作更加地精准化 自己更加地坚定 然后把身体调整好 做好每一次的拉伸 每一次的热身 把工作尽量地简化 一次时间做一件事情 好好地做 就慢慢地这样地慢下来以后 拍拍的水平逐渐地上去了 人又提高了 我就看到了可以拍中国拍的希望 后来当时有个女生跟我同时拍 她比我晚拍两年 我歇的这个时候 就一直没有人拍 后来那个女生 一直跟我拍我们两个叫着镜 结果她是3月1号完成的 我休息了一天 我是3月3号完成的 然后我就发现 她完成以后 完成了当天 我就给她去发出了祝贺 她完成了感觉像我自己来成的一样 我就突然释怀了 然后我觉得我能特别地轻松 我这身体和心理上 我都很放松 真的就感觉一根琴弦 一直绷得很紧 然后突然现在两边 把那个锁紧的帽给我松掉了 哇 那种松弛感特别地舒服 后来就是我休息了一天 3月3号一把就完成 那时候我就下来 你想我之前是爬了两三年都没完成 等到人家一完成 我这个心弦就放下来 就可以专注这个本身 羡慕潘胖的本身 而不是去斤斤斤斤斤 谁能成为第一个完成这个羡慕的人 谁能拿到这个头衔 结果他成了第一个完整 5.14A中国拍影的这个人 然后我们就差一把 只差一天 但是我觉得我的收获比他大 嗯嗯 我不会因为得第一名 这个心理负担 一直跟着我 我觉得得第二也挺好的 那条线多长呀 整个的多长 那条线三十七八米吧 哦天哪 三十七八米 而且难度就在最后十米的时候 其实说实在话 爬5.14A的这个过程 爬过人都知道 特别是经过两个月以上 完成这条线路的人 经过两个月以上 努力完成这条线路的人 可这个线路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是真的很痛苦 嗯 因为它需要你思想的强大 它有一个快挂 它以为它是 快挂是保护你的 嗯 但其中有一个难点的地方 那个快挂你挂不上 而且那个快挂的位置 就在你脚下 你会很担心 害怕动作是做不出来的 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 当你没有挂住 那个快挂你掉下来以后 你会正常 本来是落三四米 你很好回去 但落到七八米 对你的腰椎脊肉的伤害 还是有一定的 你回去会浪费很多的体力 嗯 所以对你的体能方面 要求极高 所以它需要你有力量 又有耐心 还要 在你最累的时候 你还要有勇气 把你最好的力量和耐心 再发挥出来 很多人就会崩溃了 对 就感觉你是跑了一节 很长很长的路 突然 地上有个大坑 你马拉松 你跑了一半 你有一个大坑 你必须跳过那个坑 嗯 再把那个坑里面爬出来 你用很精力的力气 你接下来还要爬 跑一个马拉松 就这种状态 所以你想想 脱不脱骨 而且那么像芝麻 花生一样大的手脸 会把你的手割破的 基本上大家的手 都会有血泡 水泡 甚至割出血 爬那条线 你的手皮一次次的爬 它会一次次磨得很薄很薄 有的时候甚至是 基本上磨到 直接磨到你的肉 你要在那种痛苦的情况下 咬着牙 继续完成它 所以是痛苦的 真的是痛苦的 但为什么 大家还是想完成它 就是一个不甘心 然后想 我都付出这么多了 我再努力 再优化一下 那还是有很多人爬崩溃的 我很惊喜我爬了这条线 让我通过磨砺 变得坚强 但其实你经历过比这个更难的事 对不对 就有一次你是经历了一个 可以说是真正的生死攸关的事 嗯 就是也是一次意外 我和阿芳在去河南白云山做一个岩壁72小时露营 那是哪一年 那在2009年 2019年哈 对2019年 我们去做白云山的一个岩壁露营 当时呢 我和阿芳在邀请 后我们家有一个那种崭新的岩壁吊帐 就是在岩壁上录影的那个 吊在空中的帐篷 从来没用过 你想象一下你的帐篷啊 你想象你的普通的帐篷 是不是处在地上 对吧 是 它的四个受力点 就是你的地面 四个平面 对吧 但是如果我的吊帐呢 它四个地面是全空的 对 它是通过 从上面 在那个帐篷的顶上 有一个绳子 连着四个脚 把它扎起来 嗯嗯嗯 然后在顶上 把这四根绳子串起来 然后勾在岩壁上 就把它吊起来 这个帐篷就被吊起来了 它的着力点在上面 就感觉是拎着它 就是这个状态 我这个人呢 出去比较小心谨慎 我就说阿邦 咱们上岩壁之前哈 把所有的这个流程 再走一次在家里 然后把所有东西打开 然后怎么去弄 怎么去 去在岩壁上支撑 我们两个的协作 再走一下 阿邦不 他说你相信我 这都是新的 我会弄 他就偏偏不给我在 正式演练之前 预演 他不 我们因为这个事 吵了一架 阿邦说没事 有任何事情我扛着 就他这一句话 那好吧 你愿意执扭执扭吗 如果真的出了事 那生死与换吧 嗯 结果 崭新的野壁吊账 是崭新的 四年没用 崭新的吊账 那个透明薄膜 全部损掉了 就我们帐篷分为内帐和外帐 外帐的那个透明薄膜 全部损掉 损掉怎么办呢 就希望他不要下雨 下雨就惨了嘛 外帐就是一个防雨的功能哈 对 这个没听他了 嗯 就想大不了动一动嘛 对吧 今天晚上大不了就动一下嘛 夏天雨就淋湿着嘛 至少不会有生命危险 是不是 到时候我们 晚上的时候 我们下去 保护神 正常的话 从一个顶到我们的帐篷 一人一根神 会比较安全 但是如果两个人用一根神 也可以 就是我们要上下 两个人通过一根神 也是可以的 嗯 然后阿邦就说 我们两个人用一根神 然后我当时就想着 真的如果万一 出现了什么状况 我们两个人用一根绳子的话 这根绳子 只要出现了一个状况 我们两个人都会很担心 那如果我有两根绳子 上下和上升和下降的情况下 出现了意外 我们两个人可以同时 转到另外一根好的绳子 嗯 一般两个绳子都坏的情况很少 但一根绳子就不好确定了 所以经过了这个 不检查帐篷 带来了这个 失败的结果 一个烂的帐篷之外 之后 我跟阿邦说 我们这次一定要一人一根绳子 这也吵了一下 吵了一下以后呢 那不行 那这次一定要听我的 因为这个帐篷的设计 已经出错了 好 结果晚上 凌晨一点半 我们俩要刷完牙 治完脖 结束 关 关手机 然后就 下起了狂风暴雨 哦 天哪 黄风暴雨 最后 大不了就冷嘛 结果还下起了冰雹 凌晨两点啊 我一天直播 累了一天 凌晨两点下起了冰雹 我们两个人就躺在那个冰雹的水里 水上打着我们 就很冷 你知道吧 结果这个时候开始打雷闪电 我们当时是在云南白云山的第一高峰 2131米吧 差不多 所以云 它各个角度 从上往下批 从左往右批 云的内部批 就批雷啊 就云的各种可能闪电的情况 我们都在里面 那怎么办 那不能慌啊 我就开始思考吧 就要运用我们的 之前说在户外 要运用这个户外技能嘛 我就开始数 我知道 如果雷电 你看到闪电 哎 这里给大家讲一个 那种闪电和雷电的关系 如果你看到闪电 然后数十个数 然后听到 大雷的声音 证明这个雷离你 就是差不多 是一个安全的距离 可能在一公里之外 就是安全的 我就在数雷 看到闪 啊 不到四秒就炸开了 这是个非常危险的距离 然后最近的一个雷 就在我们旁边十几米 炸在一个 钢篮的铁片上 啪就炸了 因为我们之前看过杂志里面 有那种钢索的那些研究 一个雷 炸到那个钢索上 那个钢索是会被融化的 所以如果那个雷 劈到了我们 那我都肯定是 人家连 连肉默默的 找不到的那种 后来在这个紧急关头 我就跟哈邦 想 我们是上去 还是下去 上升还是下降 这个时候 每一秒钟 都是一个生死时速的时候 你就要把 你所学的 所有的知识 都用上 那个时候就在想 关于雷 我们又有什么知识 然后我们又在想 我应该是上去 还是下来 如果上去的话 就在顶点 雷也会劈到我们 如果下去的话 那今天一晚上 都在两千米的空中 会很痛苦 我们就要做出一个判断 也是非常惊险的 我们也是有一点风险的 就是希望这个雷 在慢慢疏远 疏近的这个时候 它能够远离我们的 这个时候 我来进行撤离 那个时候 是我和阿邦 最接近死亡的一次 然后我跟阿邦说 阿邦 你赶紧吧 把Gopro打开 因为我真的觉得 可能我们见不到 第二天的太阳 但是我希望你记录下来 这就是完全是靠命了 但是靠命我们 也要一点点技术知识 我没有要他去 请求支援 因为他有个对讲机 因为对讲机 会把你的电吸引过来 然后他弟弟跟他发 哥哥你打雷了 你那边你要注意安全 你要不要我来接你 我就直接跟阿邦说 叫你弟弟赶紧把他关掉 不要管 我找个地方躲起来 他也在附近 他也在附近 他是我们的安全员 他在顶上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们要去顶上一个石头下面去找他 但是我们上去有200米 我们要上升200米 我在想 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去 那怎么以最快的速度呢 幸好白天我们是有两根绳 你要想 每隔几秒钟 有个雷在我们身边 如果我们用一根绳上升的话 可能要两分钟 如果我们一人有个绳 那我们就只要一分钟就可以节约我们 后来 我就快速去上升 我就快速上升 但到了最后的时候 20米的时候只有一根绳 所以我们到了一个平台 还有最后20米的时候 那个时候雷是比较恐怖的 因为我们已经是越接近高点了 然后这个时候阿邦就直接说你赶紧上 然后因为我先上 我升级的机会就比较多 我可以提前30秒走 那么他就一个人所有的雷呀 因为他那个帐篷比较近 离金属片比较近 他的雷就会多一些 然后他叫我赶紧上 我也没有迟疑 我得赶紧的换绳子啊 然后赶紧的换绳子啊 然后我就一边上升一边跟他讲 等会不会有落实 因为我在你的上面 你要注意 不要以落实找到了自己 你要戴好头盔 我要到了上面 我会有些什么什么样的口令 特别是你要注意绳子 不要左右摩擦 只要上下一动 天黑的时候绳子摩擦 你会看不见会断 我觉得整个就一边走一边跟他说 也没有去矫情说 你先上我先上 没有那个 就希望给他争取他的时间 后来他我们两个很幸运 就很顺利的还是到了上面 到了上面嘛 那时候是凌晨四点 后来我们早上六点 以后又有个迟播 我休息了两个小时以后 我就想再回去整理现场 阿邦大肆都不跟我去 他就想在被窝里面休息 回到那个帐篷里 那时候雨停了吗 对 要回到调帐篷里 那时候雨变小了 雷丁雨很快就过去了 阿邦就不愿意去 后来我说我既然答应了别人 那这个活动还没有结束 我们就从四点 我大概迷到了五点半 迷到了五点半 真的好累 也没睡着 只是休息了一下 摄影师也不愿意跟我们去 我也不好意思 就是叫其他的人 我还想 那这个工作啊 这样答应了人家 你现在又没有生命危险 昨天晚上生命危险 我们都扛过来了 现在只是疲惫 你只是忍一忍就好了嘛 但是真的很难忍 因为昨天晚上那么大的一个 但是这工作没有完成 那我说你 你不去我得去 带着那个头灯就往外走 两分钟以后 我会看到我后面 有一个小头灯跟着我 然后我就知道 阿邦还是不带 他肯定 他如果自己来 他肯定不愿意的 但是他怕我一个人出事 所以他会跟在我的身旁 说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在户外 当然啊 就是专业的知识 你还是会有一些风险 但是你经历了这些事情 包括以前 就很穷的时候 到现在有一些生死关头 你需要做人生抉择的时候 就是通过这种极端的事情 只有经历了这些磨难以后 磨难以后 你就会知道 我经历了磨难 你需要专业的知识 冷静的情绪 还有一个需要 跟你生死相伴的打档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但生活中 就是小吵小闹 可能也免不了 是啊 你会觉得 就是因为已经经历了 这么多事吗 就比方说那个 如果现在回头来想 就是除去那种 在户外运动的 类似于安全啊 不安全啊 或者是这些方面 你会觉得 还有些什么 自己的人生体悟 其实可能会给更多的人 甚至是那些 不从事叛岩 不从事户外的人 可能也会有启发的 所有的人 不管你是从事户外 还是不户外 给你们最好的一个建议 就是大家 一定要运动 为什么我说运动 运动它不是身体的 不是单单是身体的变化 大家错了 其实啊 运动可以很好地 帮助我们思想和心理 因为 其实我们身体和思想 出现了问题 包括我之前精神紧张啊 然后还会非常的焦虑啊 总是跟别人去攀比啊 去拿第一啊 包括我工作中 焦躁的状态 让身边所有人不好啊 都是我身体出现了问题 思想也出现了问题 但我是怎么去解决的呢 我就是通过跑步 瑜伽 呼吸的调整 就是生活中 如果你 你没有时间去做这些 你挤 都要挤出时间去 简单的跑跑 还有开合跳 你的痛苦 我的根 没有人收拾 几个小时 甚至是几个月 但是你跑步 你可能每天 花个十几分钟 几十分钟 哪怕你一个开合跳 它可以迅速地 让你的心肺起来 你身体的含氧量高了 你含氧量高到身体就好了 你身体好了 你含氧量好了 它会帮助你 分泌多巴胺也好 或者是让你的神经系统 特别是你的胶感神经 和负胶感神经 去更加的趋于平和 我每次解决问题的时候 跟别人去解释 都会把这种 最基本的东西弄出来 听起来是很枯燥的 但真的希望大家把它听完 我真的觉得跑步 跑步特别是半个小时以上 你看马拉松的人 没有焦虑的 也不可能去焦虑了 你是真的如果量够了 运动量够了 你的技术水平 分泌地平衡了 我认为大部分的人 都可以运动都可以解决了 我自己的确是的 我自己就是不开心了 我就觉得我去攀个盐 反正是能够让我 缓解很多的 我自己是感觉 我在运动中 就不管是攀盐啊 还是快走呀 甚至攀盐完了之后的拉伸 很容易进入到心流状态 而且它对你的动用 就是你的身体的动用 跟我在平时工作 或者是我们在访谈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平衡 但可能因为攀盐成为了你的职业 所以你可能又要寻找 其他的东西 再来做一个平衡 拉伸是很舒服的 拉伸呢 就是为了让你平和下来 所以你觉得你现在的当下 在追求的 或者你的人生下一阶段 追求的最重要的东西 或者是想要的 下一步的挑战是什么呢 现在其实我的主要的理念 就是学习 关于攀盐专项体能教练 所需要的这些知识 就是我现在在做的 就是学习 跟攀盐教育 力学 医学有关的 就综合的 因为在国外似的 所以我也希望像国外 那些优秀的教练一样 然后我想把我的学员 带成世界级别的 那好 那也非常感谢萧婷 给我们讲这么多精彩的故事 讲自己找到自己的热情 找到自己生活支点的这些故事 以及人生的一些感悟吧 那我想可能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勇敢地 去面对自己的热情 然后做出自己的选择 找到输于自己的人生支点 是的 也希望大家每天开开心心 快开乐乐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萧婷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 再次感谢图拉斯 在这个特别的时间里 和我们一起向那些 在攀登生活和事业高峰时 展现出无欲伦比 勇气和力量的女性们之境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你在工作生活中的那些支点瞬间 图拉斯也为声东机系的听友们 准备了支点壳专属福利 你可以在show notes 也就是单集简介部分点击链接 领取优惠券 就能享受妇女节期间图拉斯提供的 支点系列产品 折上再减的福利 具体的使用方式 可以在show notes中找到 希望在图拉斯支点壳的陪伴下 我们都能找到人生的支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